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常在挂在嘴边的平常心很简单 可是做起来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我们常忽略了这些名相背后的深意 那顾名思义平常心它具足平等恒常之心 这种心可能粗浅上来讲叫做态度 我们一个人有没有平等恒常的态度 那个是一个生命能够过得清安自在的一个关键 那在所谓的一日平常一日 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去理解到 每天啊每天这样度日啊一天一天这样过啊 那每一天都平常啊 那这个所谓的意识无量啊 那么单看这一个人对这些文字表象背后 所以我们能够承载的这个所谓的毅理的深度 决定它的生命状态的不同 那么在佛法上讲所谓的文字般若 它可以启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十项般若 那么在启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叫做观照般若 那没有这个观照力的话就起不了 我应该这样讲 回归不了所谓的这个十项般若 启动不了这个文字般若 那么依马证然 那么日 对不对 日它可以去理解到 是一种光明乍现 那么从时间的流 叫做一天过一天 那么你到底要是过哪一种天 这个对一个人的考量就很重要 那我们要过着是一种所谓的光明乍现的每一天 还是我们要昏昏而而的度日子 所以你要光明乍现 你得要回归那种平等恒长的态度 平等恒长的心 那日平常 在所谓的行仪上 行事上 人各有所不同 可是 如果我们在追逐一种特别性 特殊性的话 我们就 失去了这一种平等恒长 那么 在 这种所谓的行事上 不太容易 能够连结到它的实质 比如说当年 释迦玛尼佛在生活当中的行仪 跟着他的弟子 也花了四十年 十几年 才看出他们每天的一种平常态度 那这种平常就是无善法 无善法 平等很常 那我们知道平等是因 觉悟是果 你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你还得要成就正等正觉 那正等正觉 我们讲菩萨之因是平等 那其实平等是菩萨成佛之因 有时候是这样讲 那这一个平等法性很重要很重要 那可是我们现在 你要偶有的 你比如说慈悲喜舍 那这个所谓的苦乐有喜舍 对不对 那有苦有乐受 可是也有舍受 但是这个舍受 为什么列在这个区块 是因为它刹那不能保持 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生命状态 要被归于所谓的常乐我境 对不对 它还有一个常治的一个概念 你只要没办法保持的话 那最后都是假的 那么你只要理解到一的概念 你不敢说你讲的一心 那么这个一心之因一真是果 对不对 你常常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 回归到一真法界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真平等 那时候没有差别性 所以一真法界回归我们的清净法身 我们清净法身也随时存在于 这整个虚空法界的形形色色的存在 也是说我们现在也就在法身里面 可是因我们的痴暗和妄见 让它扭曲 我们误解了这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我们就过着一种很不平常的日子 然后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追求一种不平等的一种所谓的境界 那么那个证然就失去了 要不然在我家讲的这个一日 你去试想一时一日 它其实是一个同样的味道 那它不是单只一天一天 那是所有的这个时空里头的当下都是圆满巨主 所以那以前讲说这个比较粗浅 它叫因缘巨主嘛 那么在一日平常的态度里面 我们可以去以什么方向为引导自己 那就是圆满巨主 那圆满巨主也就是我们的自信 所以你真正要能够过着平常日子的人 你得要去体解到所谓的宇宙真相大道才有办法 而不是我们口语上讲的 平常新平常的新看待就好了 那所以这平常里面 巨主的非常不平常 那这时候以佛法来讲就是不二之法 这个只是一种名相的作末 平常即是不平常 不平常即是平常 所以圆满巨主的这一个光明乍现的同时 我们把它保持很久 这是你们的一日平常